雙塊掰起一大塊西瓜 機車騎士連安全帽都沒脫 在路邊就直接享用 還有一整隊單車騎士 乾脆停下車來涼快一下 我要意外收 意外收 然後路邊有這個西瓜可以吃 正好 西瓜掉滿地 這不是套樓大拍賣 而是出了意外 16號早上一輛載滿西瓜的貨車 行進北宜公路61K這個髮夾灣 一次因為用來綑綁的帆布鬆脫 照達三四台積的西瓜 就這樣摔在地上 你看每一個人都好脆 你看 好脆嗎 有沒有很特別的感受 不用錢的都好 民眾撿走的完整西瓜 算是少數 放言望去 滿地西瓜全都裂開 新鮮果肉散落一地 這個景象也被民眾戲稱是西瓜灣 但散落範圍實在太大 數量太多 貨運公司沒辦法自行清理 公路總局貨報後出動人員 一顆一顆徒手撿西瓜 撿不起來的 還派出掃街車跟水車 整整花了兩個小時 才把碎西瓜給清理完畢 西瓜車 倒油在倒油 是喔 是喔 那是怎麼落去的 那個客人去房子大了 垃圾的 索性整洗事件 並沒有因為路面濕滑 造成任何機車騎士滑倒 但到底西瓜為什麼會摔車 是因為超載還是沒有固定好 還有待釐清 不過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如果查證屬實 駕駛恐怕得吃上最高9000元的罰單 記者林一璇 王鳳鳴 宜蘭報導